一个靠努力过度修音排第18名的梅笔歌 一个蒙汗双语的惊艳舞台 却是第22名 P格斯终是要走歌手一般的套路了吗 从最初人人不看好网传的一轮游 到如今竟成全聚期期待值最高的黑马 阿如纳究竟凭什么能受全网所有喜爱 在昨日随着P格斯初舞台的真正到来 阿如纳与李佳琪的一轮声可以说是求往最大的 毕竟一个是能让粉丝暴露的主播歌 一个是来娱乐圈服役的吓人歌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本就在初舞台第一轮让人惊喜的阿如纳 这次竟决定用独属于自己家乡的语言 来表演自己的第二轮个人舞台 不光台下的我们激动期待 台上的主角更是紧张到需要喝白酒壮胆的地步 而在阿如纳开口的那一瞬间 一切都变得具象化 更是让我明白了 原来帅不只是要有一张直奋器的脸 阿如纳的表演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蒙汉双鱼的演唱搭配上自己的情绪 让我们知道了她既是演员更是歌手 毕竟在最初网传阿如纳来的时候 大家都只是以为她就是来打酱油的 谁都不知道她竟还是歌手出身 但让喵达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是 就是如此有感染力的初舞台 竟还是以第二十二名教考后的成绩 输给了修音过度的李佳琪 实在是让人不理解 难道屁股四这次也有自己的内幕吗 尽管阿如纳这次的初舞台成绩更会影响 但相信在之后的舞台上也一定会是一匹巨大的黑马 倘若维里安在初舞台唱这首歌 那么她绝对会扎翻整个舞台 在昨日 随着皮歌四出舞台的正式开播 维里安一首女孩直接将整个舞台燃了起来 实话是说 倘若不是这次维里安选择了这首歌 我还真的不知道她竟然是原唱 也难怪她在赛前会说感谢陈丁农 将她这首歌给大火了 原来我当初听的就不是原唱实在是太好笑了 女孩 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 为你学会忍耐 为你坏习惯我都改 而维里安的热度自打来了皮歌以后 也一直都没有太高 在最初的MV里压根就没有自己的单人进口 可想而知 芒果对她的到来 怕也是很平淡吧 而这次她出舞台拿出来她的这首女孩 开口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 为何大家都称她为音乐才子了 女孩 不想看你手 一样的伤害 总是学会你爱 你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 错怪 但该说不说 在维里安唱完这首歌以后 还真的被不少人拿起歌跟陈丽农的对比 纷纷都在说陈丽农唱的是男朋友 维里安则唱出了父亲 更是有不少人说 她要真的唱了 如不可你 第三名的位置 怕就是她的了 而她也因这首歌最终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 那么你们喜欢维里安吗 刘长静一声高音 王正亮是这么说的 刘长静呢 就是她在舞台上第一声出来的时候 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和抓人性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惊艳的 许海乔之业压力好大 与她PK的林一伦 更拭目等口单想要结束比赛 这比啥啊 结束了已经 而尤长静她到底凭什么 可以让大家如此惧怕呢 我来学家才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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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一唱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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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日皮歌四出舞台的播出 论谁都没料到 尤长静这位小可爱 竟然会选择唱他的这首《怪诞学家》吧 毕竟 《怪诞学家》 《怪诞学家》